火龙果枝条 这个火龙果呢 是当时买回来嫁接的 因为它是咸识掌科的植物 经常可以用它的枝条 拿来嫁接蟹转栏 嫁接 另一天核花等等 其实我又比较喜欢嫁接 但是呢 这些没用得了 所以说直接把它栽在花盆中了 没想到它长是这么旺盛 一年的时间长出了这么多的枝条 这些的枝条直接剪下来 就可以嵌它起来那个嫁接了 因为它嫁接蟹转栏 嫁接先求它们的亲和力是比较好的 嫁接上之后长势也比较快 现在呢 我不打算用它们来嫁接了 我打算今年让它们接火龙果 火龙果是南方的植物 喜欢比较高温高湿的环境 在北方的话 用它来嫁接还可以 但是冬天的话比较冷 如果不保温直接就冻死了 更不要提结果了 但是在我们这边呢 也有的花友直接把它养得猪形很大 每年都会接好几个果子 这个火龙果这条 我觉得特别好养 因为基本上没怎么管它 直接把它丢在角落里的 它长得也有点偏了 而且冬天呢 不见光 这个地方也涂长了 长出的枝条很细 直接给它剪掉 让它保留住养分 我打算让它开花 让它结果呢 平时就不要给它用以蛋肥为主的肥料了 可是给它多用一些花多多 二号就是醋花的肥料 出意外情况 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开花 这个火龙果开花也是特别漂亮 跟西安零球的花是差不多的 然后再给大家做视频